你覺得呢 中俄如果跟美國一起開戰的話 誰會有贏面呢 美國是自己不敢跟俄羅斯 正面的對決 就可以知道 俄羅斯對美國 其實已經有很大壓力 那美國現在更擔心呢 你把中俄打成了背靠背 然後中俄也有能力 去打擊你美國 所以呢 誰會贏呢 美國自己也有點慫了嗎 美國自己擔心說 中俄攻擊美國本土的話 美軍會無力惡阻啊 什麼意思呢 他提到說 中俄大陸現在 像是中俄啊 大舉投資轟炸機啊 潛艇啊 可以攻擊美國境內的目標 美國本土呢 已經不再是安全的庇護所 這是呢 美國陸軍訓練跟 這個準則指揮部 他們公布的一個數字 然後也提到說 美軍其實每年平均會攔截 6到7次的俄羅斯軍機啊 但是呢 中國到了轟6 則是在7月24號 我們之前介紹過 到了美國的防空識別區 所以呢 這位美國的專家就說 如果呢 美國發起了攻擊啦 或者是把大陸 跟這個中國大陸 如果這個事情 他介入的話 中國大陸也可以去回擊美國 意思就是 中國大陸展示這個能力就是呢 你要介入武統的話 美國你要介入武統的話 大陸就是有能力呢 去回擊到你美國去 那華盛頓的智庫 大西洋理事 就理事會說 美國自己的防禦能力嚴重不足 完全仰賴威責報復 就是說你不能來喔 你來我會合威責喔 這種方式其實是不夠的 然後呢 傳統基金會也說 美國現在比較脆弱 已經沒有辦法威責中國大陸 必須喔 那個要限縮其他地方的軍力 意思就是 美國都是軍力投射在外面啦 我們本土啊 就比較弱一點點 對美國因為在全世界 有800多個基地 分散在全世界各地 那你貝多利分 你每個基地都要養那些後勤 養那些作戰的 還要養那些眷屬 變成 你這個是力量的擴散 但是也是力量的薄弱 因為你處處倍 處處分 你就弱了 那你就處處弱 那中國大陸它有地緣集中的優勢 它就在中國大陸東南西北中 五個戰區 不是這樣 那集中的優勢 它就火力就比較容易 統一集中 然後 那個統一管制 火力集中 是這個樣子的 那這樣的話 對中國大陸來看 它的投射力道就會比較強 尤其在第一跟第二島鏈 那這樣的話 那現在隨著武器的性能 現在都是遠程投射 對啊 就具外 都是這樣 以前是短程 四巨內 現在都四巨外 那這樣換句話說 對美國來看的話 美國這一方面的安全的 我們安全地帶 就被受了壓縮 那受了壓縮 現在中國大陸 又跟俄羅斯又聯手在一起 我們從兩個來看 海上聯合巡航 還有空中聯合戰略航行 對不對 到白鳴海峡 那這樣的話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跟主持人剛才所講的 已經背靠背 對啊 那背靠背的話 兩個加在一起 尤其是戰略能力 是俄羅斯深 因為它戰略 戰略跟戰術核武 戰略跟戰術核武多 那戰術能力呢 中國大陸強 因為它兵多降廣 而且戰力集中 那這樣的話來看 戰略跟戰術 大家互相互補 而且俄羅斯的基地 已經開放給中國大陸 起落起降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 戰力投送更可以 相得益彰 那這樣的話 對美國來看的話 美國這方面的話 會腹背受敵 為什麼 因為俄羅斯站在的 地緣戰略的高點 整個北平洋都它的嘛 對 那你從哪個地方投 都是往南邊去啊 因為它是北極 而且達美這一塊 對 它直接橫跨歐亞嘛 它西邊是歐洲啊 東邊東邊 白天海峽 這邊是屬於亞洲啊 那這樣的話 因為中國大陸是 這個我們講到的 是整個的印太地區的戰略心臟 對 然後俄羅斯是北平洋的戰略心臟 兩個戰略心臟加起來 那你就不是北半球的戰略心臟了嗎 那你按照麥金德 麥金德是心臟 就是他路前論啊 他是這個心臟地帶 誰控制了心臟地帶 誰就控制了世界 他是這樣子 這麥金德所講到 那現在背靠背 就有著走到麥金德路線 對啊 那美國自己也是本來 也有一些戰略學家說什麼呢 美國真的不能把 蠢到把中二一打成了 大家連在一起對付美國 真的美國會很棘手 但是呢 拜登他的最大政績 就真的把中二一打成了 非常非常靠在一起嘛 那所以呢 對於美國來講呢 就很大的一個問題 父輩受敵了 尤其是如果真的中二 對你美國本土發動攻擊的話 美國貝多利分啊 美國自己是全世界很強沒錯 但是你力量投送在別的地方 到處去打仗嘛 你美國自己本土呢 就有可能會受到威脅 那尤其是來看到是說什麼 中國大陸有些領域呢 現在已經 也被說彎道或換道超車了 譬如說殲20現在呢 總數的服役已經超過了300架 好那陳飛呢 其實被說每年大概可以呢 造120架以上 就是三天完成一架 這個是呢 土耳其軍事網站 衝突報告說 中國大陸空軍已經有14個 製裝備的殲20戰機 還有呢 Military Watch 它是2023年的報告 就說殲20的數量超過了F22 達到了200架 那今年2024嘛 一年100架 所以今年看起來也都是超過了300架 對 這個我們講到 殲20是它的王牌 那王牌的話 因為中國大陸它生產線 它開的生產線是一條邊 對 那不像美國這個廠在這邊 發瘡機在那個地方 然後這個抑壓器 雷達又在這個地方 結果大家要把它兜起來 中國大陸它一條邊都在一起 你看看我們的竹科 為什麼竹科有優勢 它的相關的衛星的廠都在附近 都在附近 你開車30分鐘半個小時就到了 但是在美國的話 我們就要開車8個小時 你很不方便 你這個運輸成本跟時間成本 都要算進去 那中國大陸它就是 把這個時間成本跟運輸成本 省下來就是一條邊 那這樣的話你講到 它這個三天一架 三天一架 一年就是100架到120架 是這樣子 速度是這樣子來的 變成一個衛星程式 它整個變成一個套裝 那這樣的話 它把這個相關的時間 省下來之後 通通拿進去 那就進度加快 對 所以他就問 怎麼下 200架 怎麼變成300了 我一年就增加100啊 到120啊 是這樣子 對 那這樣的話它的優勢就出來了 那然後 而且這個又不是第四代戰機 第四代戰機美國的話 它是第五代 那第五代的話我們知道 第五代 美國的F22 它只做了187架 但是它摔掉的 跟原型機你要扣掉 那原型機它是做驗證的 破壞機檢驗 材料疲乏 它真正的只有一百七十架 一百七十架 它妥善力也能夠飛的 這八十到九十架 不多 你這樣來看的話 因為它的飛行成本 就是作業維持費是最貴的 我想戰鬥機 不要把轟炸機跟運輸機算進去 戰鬥機裡面 最貴的就是F22 那這樣的話它最大的使用 它就會有一點點 我們講的 你的負擔太重 你會吃掉太多的作業維持費 會排擠 我如果飛了一架 這個F22 那你兩架的F35 或三架F35就要停掉 因為我會吃掉你兩倍到三倍 是這個樣子 所以F2出群率不高 對 所以呢中國大陸現在 你看殲20 現在數量已經超越了F22 所以我想再想問一下將軍 那數量超越是什麼樣的意涵 因為如果真的要打架的話 這個F22就是沒有那麼多架 妥善率將軍說了八九十架 而且也不都是在印太地區 但中國大陸又沒有到其他地方 這個殲20通通都在 中國大陸家門口 更別說我沒有提到 現在中國大陸殲35 也慢慢要造起來了 還有以前講的炸彈卡車 這些有的沒有的 加起來其實這個數量 早就是碾壓美國了 那你現在因為分散部署 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後勤的負擔 你的備份券都要分散 你一分散之後 其實你加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備份券統一集中來吊派 我們很少量就夠了 你一分散之後 每一個都要每一個都要 每一個都要備份券 你備份券乘以二乘以三倍 你造成你的負擔更重 而且備份券完畢之後 你還要測台 因為備份券上去之後 你還要做測試 你不能飛起來做測試 沒有 地面上去做測試 這測台每一個地方都要有 那你這樣的話會造成 後勤的沉重負擔 經濟規模馬上 經濟的報酬 經濟的負擔 CP值馬上降低 是這樣 所以我們看分散部署 有力量的擴張 但是後勤上會造成沉重的包袱 對 所以呢 中國大陸現在歼20 現在比你還要來得多 那你要在自己家門口呢 跟中國大陸對戰的話 其實美國也要思考一下 所以難怪他兵力不斷往後退 不敢再第一島鏈嘛 叫日本啊 或者甚至叫台灣這邊往前衝 另外再來看到 中國大陸也演練一個技術 在48小時內成功發射了9顆衛星 這什麼意涵呢 這是古神星1號 這個有包括海設 還有陸基的 這是海設的 這是陸基的 所以你看看 兩種不同方式發射衛星 他們這兩個就已經發射多少 發射大概是9顆的衛星上去了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其實也可以呢 這個是民間的版本 但是呢 這未來 軍民都可以在 戰時的話可以順利的轉化 就展示了戰時的 快速的補星能力 它有一個海上發射基地 還有四個陸上發射基地 那看你針對那個需要 海上其實 它的運送 它可以接近赤道 因為一定要向南面 因為地球 我們講的地球自轉的關係 你要向東南 因為我們北半球嘛 藍半球剛好相反 我們北半球要向東南發射 所以為什麼一次 四川發射 怎麼通過台灣上面 因為它東南發射 這個我補充一下 因為地球是這樣轉 你在赤道的附近 在轉的時候呢 地球自轉的力量會大一點 所以要才越靠近赤道的時候 這樣上去它最神力 而且我們講的要向東南 因為自轉的關係 我們自轉的剛好是那個 由東向西 你要這樣 那在那個南半球 在澳洲你要去發射的話 是向東北發射 你要往赤道那邊去 是這個東北 這個東南那個要東北 一個北半球 一個南半球 是這個樣 然後海上的基地比較方便 因為我可以移動 是這個樣 那在海南也方便 因為海南基地非常好 但是你要運過去 麻煩 那為什麼說 那我們就在九泉發射場 太原發射場 或在西艙發射場 是這個樣你要考量 因為在那個地方去做 你不要再運 運很麻煩 那很重的 都火箭車很重的 然後另外一個我們講到這個 古神星 它是因為還幫人家代色 不是我自己 因為它是商用的 那有的歐洲還有蘭美洲 你幫我也掛號進去 我要送一個科學用的 或農業用的 資源探測衛星 你也幫我放上去 現在不會有說 一個衛星發射一個 沒有 太浪費了 一箭多星 它一箭二十星 一箭二十星 五十星都有 現在都微型化 都是那個小型化的 晶片碼 都小型化 以前是重重的 中風管 現在不用 所以它現在一箭多星 對 那我再想問一下將軍 因為這個一箭多星 那這也展示了這個 戰時的補星能力 這個什麼樣的 在作戰的時候 什麼樣的意涵呢 那更別說 中國大陸也有 中國版的星鏈 8月6號在山西成功 發射了18顆 低地球軌道的衛星 低軌衛星 打造大陸版的星鏈 你這個打仗的時候 會變成了資訊飽和 那個電話什麼當機 為什麼 我承載太多了 那打仗的時候 是不是資訊一直來 一直進來資訊去 是這個樣的 通訊來通訊去 管制來管制去 不行 所以打仗的時候要補 那你不但補 而且我們知道 它這個衛星低軌 低軌還要繞 每秒鐘7.6公里 每秒7.6公里 它要繞地球軌道 過去了 過去了已經跑到藍半球 跑到太平洋了 你要等它回來 對 我補 OK 我這樣接力你知道嗎 等到你過去的時候 我都是還了一線 你過去我還要過來 就跟你今天坐高鐵 其實你的手機的接發站 有時候會換 怎麼斷了 會變 然後變成另外一個 你已經超過它那個了 現在那個在接 你怎麼 這個收訊有點不太好 沒有 他在換 他在換 換接到下一個站 幫你接上去 是這樣子 那你要知道 你只是高鐵而已 人道衛星是很快的 對 那你就要去換 把它補到空間 然後算好 過去 一直接上去 是這個樣 而且打仗的時候 我們講的 飽和通訊 你一定要在這方面 還要有預量 你的頻寬要有一個預量 對 所以這中國大陸也凸顯出 它在造這些東西的時候 不會送你美國給卡脖子 因為美國以前拿這個GPS 不讓中國大陸用 讓中國大陸迷航 自己發展的北斗 然後再加上自己發展的衛星 就不怕你星鏈 到時候又給你搞怪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要有科技自主能力 才能夠跟你美國 有這個實力跟底氣來拼搏 這個是通訊的這一塊 作戰的 這個現在是名用沒有錯 但是其實美國 其實作戰的時候 什麼事情都搞得出來 也要有自己留一手的能力 好 那更別說 中國大陸後發優勢是什麼呢 美國現在真的很苦 苦的是這兩個太空人 你到底什麼時候能回家 會不會真的到明年二月再回家 NASA說 這個也許明年二月 才能把他們接回家 印度之前說要幫忙 別了吧 還是自己搞定 但是你也搞不定 美國現在就被說 這兩個飛行員 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回來 也許要到明年二月嗎 將軍你怎麼看 這個因為我們知道 它這個國際太空站 它距離地球軌道408公里 也算是低軌 但是問題是它有六個接口 六個接口裡面四個是俄羅斯的 你要對接的時候那個口要 你要公跟母 就是陰跟陽要對接 那兩個 兩個一個是NASA 一個是Space 那你這樣子 你這樣子的話 那個我們叫做波音那一家 就是NASA的那不行 它那個上次漏氣 還有它那個 波音的就不行 轉換就是轉換器 它的配合就壞掉了 那你現在要求救於這個 這個伊隆馬斯克 SPEX看它可不可以 但是要花錢 第二個 NASA要不要抹這個臉 你自己不行 你就求助於 你政府出問題了 你要求助於老百姓 那如果不行的話 這兩個太空人 要在那邊吃多少便當 他已經體累了 他已經多 他已經住了兩個月了 而且他知道 最重要的是氧氣 你氧氣用液態氧上去 氧氣耗量 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天最少要353公升的氧氣 當然你用液態氧 但是問題是 你要算進去 我們要待半年 氧氣還夠不夠 當然可以 我們派貨物太空床過去 貨物太空床是不能做人的 你做人太空床是可以載貨物 貨物太空床是不能做人的 你大概送食物跟送氧氣過去 還一些生活的必需品 尿片多帶一點吧 尿片多帶一點 太空人上面又沒有那個 你不能隨便亂丟 對不對 大概是這樣 換句話說 從這個方面來看 我認為美國的太空科技 跟太空發展 有一點感覺到捉襟見軸 你平常要有預量 因為從事太空科研 太空的事業 它有三高 第一個一定是高價值 高成本的 第二個一定是高風險 太空不能出差 你出差 出差會出事 會出人命 第三個它是高 除了高風險之外 另外一個它一定是高科技 所以那現在美國 現在這一方面的資源有限 所以你看看 它這一次 波音出了問題 NASA不行 你有沒有備用的 沒有 你剛剛有備用 我們很多事情都有備用計畫 對 其實如果今天天氣不好 那我們採用備用方案 那用夾案之後變成一案 它現在備用的 備用的太空船都有問題 換句話說它是 是飲食卯糧嗎 還是說捉襟見軸 我們一看得出來 它在這一個方面 手頭還蠻緊的 就是捉襟見軸的 手頭蠻緊的 所以美國現在過度的 把自己的國力擴張 然後什麼事情都管 那管到最後 現在這些太空的計畫也不行 造艦計畫也不行 這個造飛機軍機也不行 那相反呢 是你呢 這個連民用的無人機 也需要中國大陸 美國現在禁止 中國大陸製造的無人機 結果現在多方反對 因為警察也使用 這個消防局也使用 也用農業 也有使用大疆 就華爾街日報就說 現在甚至空中搜救人員 也用了 矽谷一家製造的無人機 就被發現爛透了 那你禁用無人機 反而是害到自己 那個大疆無人機 因為它的市占率高 報酬規模顯現出來 經濟報酬出來 便宜 便宜又好用 你還是要買貴的 又不好用的 那當然你要買便宜 也好用的 那你可以買 這個美國的這個無人機 那同樣的價格 你可以買兩架大疆 你要哪一個 那你就買大疆 兩個多好用 而且性能不輸美國人 是類似這樣子 美國畢竟它的成本高 對 人力成本高 那它的這個無人機 資料就貴 那中國大陸它因為 因為它的人力成本低 第二個 它已經造成大量的生產 報酬已經 報酬規模已經出來了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中國大陸佔優勢 所以你看消防用的 還有徵收用的 還有農業用的 還有環保 環保就是那個 看那個污染的 在用的 都成熟了 那你要看大疆的 你要哪一型 並且這樣 包含我們可以告訴你 巴黎奧運 那不是那個無人機 對啊 那為什麼不用美國的 因為中國大陸很成熟又便宜 當然你就經濟上考量 這一次1100架 也都是圓滿的 你也知道嘛 對啊 所以中國大陸東西 不只是性價比高 重點是也可靠 然後又比呢 美國這些來的性價比好 然後呢 又不會出問題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客戶全家人 專屬你的 Ks Low Your Care 是 你 開拍 不 說 我 在 我 是 你 是